海軍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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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大家留意到 因為他這個磚場只有他會 所以他有一個水中爆破班 他要經過這個訊才會取得這個磚場 OK 所以他這個訊跟別人也不一樣 所以他後來併進來 海軍陸戰隊的徹收大隊之後 這是幾年的時候併進來的 我記得就是金進案 就是金進案那時候裁軍要潤收 就把他從艦直部 本來是直屬艦直部 現在拿出來 便隸屬到海軍陸戰隊下面 陸戰隊裡面的 兩棲徹收大隊裡面的其中 那就是下面的下面的下面 水中爆破中隊的 以前的學長如果聽到這個應該會傷心 對啊 所以他進到徹收大隊以後 他變中隊 結果他只能維持最基本的 這個訓練能量跟作戰能量 所以金進案的時候 為了裁軍 把水中爆破 坦白講那時候裁軍有點亂裁 我後來回頭去看那一段 所以把水中爆破大隊 從艦直部直屬的單位 拉到海軍陸戰隊 下轄的徵收的 下面的一個單位 然後隊長的關節 變成中隊長 對中校 所以他的規模變小了 那功能不變 任務不變 任務不變但編制變小 對能量就變小了 他的人員就會縮小了 那他的作戰能量也會縮小 這一段歷史我們來不及參與 那未來會怎麼樣 現在未來聽說 這個單位重要啊 所以把你拉上來 跟海軍陸戰隊乾脆整併在一起 你人會更多 現在有人這樣說法 然後配合 冰海作戰環境 海峰作戰大隊 海峰要提升到少將邊界 是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在聊這個概念 海峰其實就是我們的 機動的飛彈車 雄二雄三的飛彈車 未來的這個魚叉的飛彈車 後來種種的兵推發現 暗自行的這種 機動的飛彈部隊呢 機動力強 儲活率高 共軍想要來攻擊台灣的時候 這一個單位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重要蔡英文總統就決定 把他的邊階拉高到少將邊階 整個單位擴大 然後透過特別預算讓這些 其實我們的飛彈 這種飛彈造了相當多到今年結案了 那回過頭來看水中爆破大隊 他就變成從大隊往下掉 掉到中隊變成中校邊階 可是如果我們造這個單位很重要 就他又往下掉 那就變成任務 跟這個單位提供的機能 他的戰力不相當 那這對國家就有危險了 反正當時裁軍把它變縮小 然後改例到海軍陸戰隊下面的 下面的一個單位 現在傳出來是 他未來要跟徵收大隊合併 變徵報大隊 聽起來好像變大了 就變徵收爆破 那這樣會踩到什麼問題 為什麼 一傳出這消息 我自己這邊直接接觸到的 我們兩個都有見過的 畢業的學長 馬上說 萬萬不可以 這個影響國家戰力 把水中爆破中隊 並進去 兩棲徵收 變成兩棲徵收 徵報大隊 是不對的 是對國家戰力有影響的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這兩個訓 不太一樣 他的難度等級 跟他的目的都不一樣 所以他以後變徵報 比較感覺 好像你說這個單位很重要 結果你把它稀釋掉了 打到跟別人一模一樣 那他的獨特性 跟他原來的訓的內容 時數什麼都改變了 這會不會是 水中爆破中隊的本位主義 我就是不要跟他併在一起 還是有具體的情形 就是說這個單位如果併進去 他的特性不見了 會造成什麼 國家哪一塊戰力 會不見了 目前我們所知道的 也所看到的資料是這樣 我們在過往的很多演訓 關於水下的這些作業 還有你看 海軍陸戰隊要搶灘之前 不是有看到水柱炸起來 那個演習在演的時候 我們也是 一排像水沖天泡一樣沖上來 那都是爆破隊他們去炸的 而不是徵收大隊去炸 你會變徵報大隊 難道這個就沒辦法做了嗎 那 所以啊 假如今天是把整個徵收大隊 把它改成叫爆破大隊的話 那應該是大家一起往南的去靠攏 你現在擔心他是往 有一些特殊的訓就不見了 對 他的獨特性都不在了 而且整個單位 他的任務的難度 的執行能力也改變了 而且我們一直強調 就是現在要一個完整的擊殺鏈 你希望有這種不對稱作戰的時候 他所能發揮的戰鬥力 其實是比原來徵收他們的這幾個中隊 還有像那個 他的特勤隊 他的戰鬥力就差很多 結果老師現在 兩棲徵收那一塊 他們沒有水下的訓練 他們沒有水下 Underwater的沒有 沒有 在水下作業啦 沒有 或者是滲透破壞啦 沒有 清除航道 這些都沒有 他們知道 比方說水面的快艇啊 這些的還有這個 如果水中爆破中隊 跟兩棲徵收合併成 真爆大隊 嗯 那剛才你講的一個很好的概念 那應該是 往南的靠 也就是 兩棲徵收本來要有 可現在變兩棲徵收呢 也要擁有 爆破中隊的技能 大家都變成 又會徵收又會爆破 那就變成整體戰力提升 對 等於爆破中隊變大隊嘛 對啊 多了徵收的能力而已嘛 對啊 但如果說 是往兩棲徵收過去 水中爆破的訓練 就慢慢減少了 可那些功能就沒有啦 現在就是比較擔心 會往 我們擔心的方向去發展 那 兩棲徵收 將來如果加上水下呢 我知道軍方 現在壓力很大 他不講他將來要合併 他就告訴你 合併對大家都好 如果 因為國軍有時候會做一些 不能講不理喔 國軍再壓力一下 會做一些很奇怪的角色 因為現在在做這些決策的人 全部是徵收的人 並不是爆破的人 現在做這些決策跟規劃的人 都沒有受過爆破的訓 所以 像聊到現在 因為我們時間也有限啦 我說 然後現在我覺得最理想的狀態是 水中爆破中隊應該是 我們劍指部下面一個很重要的戰力 我的航道要排除要塌 別人不會 或者 我要透過水下滲透到對方敵後 能夠做一些破壞的工作 也只有他會 所以不管對參謀本部 或者是劍指部 這一股戰力 應該要直接指揮 所以他如果能夠直接隸屬劍指部 哪怕是中隊邊接 可能 不管在訓練啊 預算各方面 會維持這個作戰的特殊的戰力 能夠把它維持住 台灣唯一的海豹部隊嘛 是啊是啊 所以這個是一個方向啦 那我們兩個其實私底下跟這些 水中爆破中隊退伍的學長啊 都有聊過 他們有些現況 就已經感受到 改例到 之下之下之下之後 很多裝備很多東西 開始有一些 也不能叫委屈 我覺得 不足的地方 老師就你了解 現在的水中爆破中隊 有哪一些狀況 對他們來講其實影響到了 像他們目前所使用的裝備 照道理講應該有特殊性 可是他們大部分的裝備 都是 徵收或者海陸淘汰下來的裝備 所以變成 我們跟美國的 海豹部隊最接近的一支部隊 它的裝備 竟然並不是我們專款去提升它 所以你在講的意思是 我們現在水中爆破中隊的槍 對 是特種部隊淘汰下來的 對啊 是其他單位淘汰下來 其他單位淘汰下來才給他們用 對對對 這是一個最精銳的 最精銳的 最有戰力的 台灣海豹部隊 是 他用的槍 是其他單位淘汰下來才給他們 這是真的還假的 這是目前我們聽到這些學長 他們的陳述 在線上有沒有水中爆破中隊的弟兄 這如果是真的話 這很誇張的耶 因為他的 他的裝備應該用最新最好的 就是他現在沒有最新最好 至少也要跟特戰部隊一樣 就是他拿的是淘下來的槍 那這就 這就是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變成我的問題 我要去處理的問題 我覺得他也是 認識你 是不是